! 哇嘛 這樣久沒有看到David 都最近是怎樣 哇 講到David喔 失憶被說 我看到他的Instagram story 你只有去美國吃假趴 吃牛趴 哇 買名牌 西北的调料 是喔 可是我最近看你的story啊 好像以前 时常常常是好料的 哇 前几个星期 还还跟我借了几千块 这么夸张 是啊 昨天我才知道 她才欠卡带 一定是在面白中消费那么多 这种啊 就是典型的月光族 每个月没有存钱 才把钱花关 参与月光族吗 月光族啊 就是我们每个月的收入 减掉它的开销 等于零 不过我觉得Levin不只是月光族 它还是一位投资族 哇 非常厉害啊 投资族我看就是 夜光的upgrade 是啊 投资族就是他们每月的收入 减掉了开支 不只是等于零 而且还要欠银行的卡债 或者欠银行的钱 父母的钱 或者朋友的钱 来过日子 所以我们的钱还花到 是啊 这样的预防 那怎么样预防呢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退去每个月要做记账 也要做预算 国家有国家的预算案 先规划后消费 我们一样也要每个月 有每个月的预算 每个星期 甚至每一天 每一次的消费 都要预算 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 又规划的年轻人 每个月我们的收入 可以分成固定收入 以及可调动性收入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被动收入 而每个月我们的开支 也可以分成固定开支 如衣食住行 也可以分成可调动性开支 每个月我们的存款 可以分成固定存款 比如做定期的存折 也可以做可调动性的存款 我们赋予的钱要拿来做投资 也可以分为fixed investment 比如投资房地产等等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分为flexy investment 比如投资股票 如果我们每个月的收入 减掉我们的开支 等于0 就是典型的月光组 而我们普通人的消费习惯 就是把收入减掉我们的开支 才拿来做存折 而最后我们的收入减掉我们的开支 可以等于我们拿来存折 或者拿来做投资的金额 就非常好了